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晚的直播,是講到人可以被魔鬼影響,是聖經有講的,有兩段經文,一個就是馬太16章23節,那裏就說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 在馬太16章23節,撒旦退我後邊去罷,你是伴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而另外就是耶穌所書4章27節,這個在我的圖片那裏有顯示的,不要給魔鬼留地步,不要給魔鬼留地步,那就是雅各書4章7節,不要抵擋魔鬼, 還有就是約翰福音10章10節那裏,道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偉懷,道賊來是偷竊殺害偉懷的,就是魔鬼真的會來偷竊殺害偉懷的, 那就是我們這次所說的就是魔鬼真的可以來攻擊的,就是真的可以攻擊的,當基督徒有軟弱的時候,有被罪留地步的時候,是可以被魔鬼,就是魔鬼可以攻擊的,那這一點其實是聖經支持的, 不過呢,都有很多基督徒是不相信,那這個攻擊不是一定被邪靈附體,那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呢,是這樣就,就是有些基督徒就會覺得,這個,現在這個世代不會再有邪靈附體這件事的,那這個攻擊不是一定是附體,不過,攻擊可以包括邪靈的附體, 是,那我們首先看這三處經文,這幾處經文先,那就看你們那裡,文件那裡,反而我沒有列出這些其他文件,那就在那個圖,我現在上載了那個圖,大家可以看到的,那耶穌轉過來,耶穌就說到他要去耶路撒冷被釘,並且在第三天復活,那呢,彼得就說,千萬不要啊,萬萬不可啊, 那麼呢,然後耶穌就跟他講了,撒但退我後邊去罷,你是伴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那這裡呢,是講到,其實呢,彼得當時呢,是很深長的,就是在人來說是很深長的,他希望耶穌不要去釘十字架,但是呢,他沒有體貼神的意思,就是他沒有去想到神呢,是想, 他沒有預備耶穌去釘十字架的,那麼耶穌,就是跟他們講得很清楚,我會去釘十字架的,那麼,他其實呢,在這個十六章這裡呢,早一點點,彼得還說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但是他還沒明白到,是基督是需要受死的,那麼他就用人的心意,就是體貼人的心意,就叫耶穌不要去釘十字架, 那,似乎是,好像呢,就是出於好意的,那但是呢,魔鬼是使用他,魔鬼使用他去令到耶穌,就是想給耶穌一些阻力,叫耶穌不要去釘十字架,就是魔鬼希望透過彼得,去叫耶穌不要去釘十字架, 那麼,那耶穌立刻就指出,就是說呢,退我後邊去吧,撒旦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叛我腳,因為你體貼人的意思,那所以有時候體貼人的意思呢,都可以被魔鬼使用的喔,那譬如有時候有些基督徒呢,他們很,就是,因為家人的緣故呢,他們是,對於神的事呢,不是很毀身的, 就是他們,因為家人的緣故,他們的心裡面,很掛念那些家人,掛念家人是沒有錯的,不過有時候呢,會難了他們和神的關係,和難了他們的事同呢,那就,因為家人的緣故,而痛,就是不能夠做到神的心意,那這個是,都是有很多基督徒有這個情況的, 那就是說,他們都可以被魔鬼破壞了,那他們都是信耶穌,不過呢,有時候,魔鬼使用這些人,就是在他心中作弓,去破壞了他們,被神去使用,被神去祝福,那這個是一個真實的情況,就是說,基督徒是可以被魔鬼在他心中說話,那我們,當我們知道這個時候呢,我希望大家都說,哇, 原來,魔鬼真是可以在人心裡面做弓的,因為耶穌很清楚說,撒旦退我後邊去爬,就是很清楚告訴他,撒旦現在呢,是在用著彼得,是會破壞,想破壞耶穌的工作,那這個就是一個真實的情況,就是說,魔鬼可以這樣去攻擊,那另外呢,就是,在以弗所書四章二十七節那裏,就說到, 不要被魔鬼留地步,而上文下文呢,上文就說到,不要含露到日落,發露,但是不要犯罪,那其實不是意思就是說,我們可以發露的,而只是說呢,當我們發露的時候呢,不要犯罪,那就是,就是說呢,其實,因為義露,真是純粹的義露,就不是犯罪, 但是因為基督徒是,很少是,單純的義露的,很多時候呢,是會帶有,個人的,那種,那種,憤恨人,就是,憎恨人,啊,自義啊,就是,人是很難有,單純的,單純的義露啊,單純的義露啊,單純的義露,就是什麼呢,因為, 罪的緣故,就是憎恨罪的緣故呢,是,啊,憎恨這個,就是,譬如,啊,為什麼人會,做一些這樣的事呢,就是憎恨那樣罪,但是對人呢,又有憐憫哦,因為神呢,同時呢,祂是憎恨罪,但是祂是對人有憐憫的,但是人呢,很多時候就會怎樣呢,憎恨罪呢,又會憎恨人,啊, 就會對人呢,失去了憐憫,那這個都是給魔鬼留地步的,不要給魔鬼留地步,然後後面呢,下面那裡呢,就說到呢,重置,那這裡是,就是說人是可以,當我們,被罪影響的時候呢,就給魔鬼留地步了,留地步的意思呢,就是說呢,給魔鬼一個,腳進來啊, 就是給他有入侵的機會,那現在我解了這些經文,然後我們會形容的,就是給魔鬼入侵,那雅各書就說到,四章七節那裡,冒要抵擋魔鬼,是,就是我們一定要靠耶穌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逃跑了, 就是,聖經是說到呢,我們可以勝過魔鬼的,我們不是要怕魔鬼的,魔鬼是真的,我們有耶穌,親人耶穌的時候呢,魔鬼是不能夠攻擊到我們的, 那麼,另外呢,那裡的呢,就是,阿阿,determin Ici,寐冊來莫非要偷竊殺害我很壞,就是, complaining, suckers,那 mak el dustin Корi mini, 靠it來呢,就是,就是 확인 Valter,ina, sets and then of 全是為神做的,他全部可以偷殺殺害人 還有毀壞我們所做的事 那這個就是魔鬼可以做的事 那我講到原來基督徒可以給魔鬼 向他講說話,周知彼得就是魔鬼向他講說話 那也都可以給魔鬼完全偷竊殺害毀壞 那如果偷竊殺害毀壞的時候 去到一個程度是可以有邪靈附體的 就是邪靈附進去居住在他的心中 譬如他經常都會跟從魔鬼的意念 做魔鬼叫他做他的事 事寫在罪中,譬如他本來是信耶穌的 但是呢,魔鬼一直引誘他,他一直跟從 譬如我自己曾經在一些教會 裡面是有紛爭的 他們不會想到我們怎樣合一 就會很多時候呢,有些人一意見不合 就會用一個方法發脾氣啊,鬧啊,會抵擋啊 就是那些都不是屬神的方法 那也都有一些人在教會裡面有時候 就是教會有些事情一做 是他們覺得呢,他們反對呢 他們就會跟教會對立的 那這個都是人可以被魔鬼留地步的地方 那或者呢,另外的情況就是 人在教會裡面偷錢 我認識兩個在教會工作的人 他們不是牧師,不是傳導 是教會裡面的幹事 還有做一些呼音工作的 那這兩個人都是我認識的 那他們呢,就在那些奉獻那裡 他們就做一些手腳 做一些手腳呢,就偷了錢 但是兩個都被發現,兩個都被炒魷魚的 那我自己來講,我真的覺得 我們這麼多奴婦去為神做 就為了那些錢 就以致呢,第一 破壞了自己的明星 第二呢,就是可以影響自己和神關係 最嚴重的是失去救恩 以及被魔鬼偷竊 就是他們變成了不能夠再被神使用 OK 就是我們都看出,原來魔鬼可以做這樣的工作 那我們現在呢,給大家一些 就是譬如討論啊,或者是詢問啊 就是說,當我們知道 原來魔鬼可以這樣攻擊的時候 或者你在你的心中 你覺不覺得魔鬼是可以這樣攻擊 你有沒有體會到魔鬼是能夠攻擊 或者你對於這方面有沒有一些疑問呢 大家可以去講一下 我今天有個經歷 三十一號晚上呢,我這邊的 三十一號晚上,我晚上發了一個夢 詳細的情形,是什麼我忘記了 但是醒來的時候,醒來的人很慌亂的 那我剛好,我從那邊就擺了一本 人如何改變 就是我剛剛在教會上禁堂的一本那些書籍 那我拿來掀 那很巧,就真的在那個時刻 我是看到,他說你人生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應該就是最好就是去 去向神,去謙卑地向神呼求的 那我就真的做了一個祈禱 那個祈禱就是 阿神啊,我現在謙卑地去求問你 在我心中還有哪些是你呼召我要改變的呢 有哪些是你依許你給兒女的那些品證 但是你都還沒有讓我活出 在我心中的呢 在發生了這個之後 跟著神就在那本書裡我找到 就看到我自己的問題 那就是身為罪恩 夢恩罪人的我 仍然傾向以罪性的回應 生活的那種境況 經常心懷怒氣、苦毒、扭曲事實 責怪他人 操控他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時不時得理不要人 用尖尖克服的言辭 和論斷的態度和人交往 也都曾經用那些事業、物質、財產 來麻醉自己 OK,Eric 我想你留在我們的主題 就是說講到魔鬼的攻擊 你現在是講某些人 還是講什麼呢 我想你講一講 講一講你那個 現在講到這些情況的目的 就是你先講一講 以後再繼續講下去 因為我想剛才那個 忽然間晚上發夢 那個夢境 就是在夢中就好像真的一樣 而醒來的時候 整個人很慌亂的 就是直接是 搞到自己的情緒有低落的 那我不知道這個是 到底是 因為我都曾經 我都講過給大家知道 我是有 情緒的那些 是被diagnosed 就是很嚴重 但是我是不吃藥的 而是有這個情緒發言 我就想知道 那這個是魔鬼 還是什麼 我現在是想去carry OK 好 那我 這個我需要跟你再聊天 我才可以分辨到的 那我想說就是 人可以是情緒 又可以是邪靈的攻擊 邪靈的攻擊 在夢中的攻擊 可以是攻擊 但是未必一定是邪靈附體的 有些人在夢中的攻擊 是邪靈附體的 有些人就會 就是 當我們奉耶穌命 和祈禱的時候 他是會有 不舒服的反應的 他會覺得不舒服 他會難於專心去愛慕神的 去讚美神的 那時候 這個邪靈已經影響他 說話 那這個情況就是 去到邪靈附體的情況 那有時候 有些人就不是去到邪靈附體 被邪靈附體影響 影響他的情緒 在夢中 有邪靈的攻擊 不是一定是附體 但是可以是 是攻擊你的 那如果當人 越親近神 是會越 少攻擊的 就會 就是真的 跟神關係好的時候 是會沒有這些攻擊的 那 就是說 有可能在你裡面 有些破口 需要去處理 那這個呢 就是說 你說出你的情況 多謝你的分享 就是給大家知道 原來 基督徒都可以有這些 靈界的騷擾 這個騷擾 輕量的就只是一個騷擾 重量的 就是 你的情況是輕量至到稍微 去到中量的 因為 跟著影響你的情緒 然後再重量 那些人呢 譬如在日間不同的時間 都影響他的思想 影響他 專心愛神 那時候 就去到一個更加嚴重的情況 就是 接近去到附體 影響他的身體 那這個我簡單回答你 好嗎 好 我們再有機會再去談 談這件事 還有沒有其他人 譬如說 你覺得 就是對於 魔鬼可以攻擊人 這件事 邪靈可以攻擊人 這件事 你的那個看法 或者你有沒有 一些疑問呢 我可以分享的 少少分享 那我是 大約16年前 在香港某一間酒店做工 因為工作壓力很大 就選擇跳樓 我住三十二樓 就打開那個窗花 趁小孩睡覺 趁我老公睡覺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那個人去到很絕望 覺得再沒有希望 沒有辦法去做到這件事 當我擋過那個梳化 腳踏出去那個窗花 那個框那裡的時候 看出去已經是 找 預備一個的落地點 跳下去的落地點 手上放開的時候 聽到一把聲 是很柔和的 就叫 如果你跳下去 你兩個兒子怎麼辦呢 那時候自己就醒一醒 但是醒一醒 但是都很不理智 都想跳下去 因為另外一把聲音就說 你不死都沒有用的了 你身材在那裡做什麼呢 你身材在那裡再沒有意思了 跳下去吧 那我真的又準備了 因為就好像一把聲音 就幫我計算 你跳下去 由這間跳下去 落地點 你只有六秒而已 只有六秒而已 你跳下去吧 這樣 那我就想著 都不行了 我也要放手 要跳下去 後來第二次 就一個聲音 就說 如果你跳下去 你老公怎樣呢 你老公又要做帶子紅狼 又要受小孩 又要上班 你這樣對你兒子公平嗎 對你老公公平嗎 哇 立刻醒了 這個就是我經歷 我感覺這個經歷就是 我裡面有一把聲音 經常都叫我死 這個都不是第一次 他經常都叫我死 就是這個以前 以前 以前是不是 以前經常叫我死 不是你現在 不是現在 是的 以前我還沒有認識 是大約十 就是那時候 就是那時候你想死的時候 還沒有認識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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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有一把聲音 就是為什麼會有兩把聲音出現呢 那究竟我應該選擇 是這個叫我不要死 還是另一個叫你不死都沒有用了 那時候你完全沒有聽過耶穌 或者沒有接觸過基督教 那時候 那時候 是 我 叫做 怎樣呢 我在酒店做 有一些 有一個的同事 是基督徒來的 他 知道 我有一些 的工作壓力很大 但是 就抓住我的手 哭著 祷告 我就是這樣 我就不太認識耶穌 那時候 OK 那這個 其實都是很特別的經歷 就是告訴你 神當時跟你說話 而魔鬼同時又跟你說話 也可以是你自己的低層 也可以是你的聲音 也可以是魔鬼的聲音 叫你跳樓 就是很奇妙的 就是神當時是超自然地向你說話 那這件事都不是單是你一個人有這個經歷的 都有不同的人 是會 他們會 就是聽到神的聲音 叫他們不要自殺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查不求神 就是神跟他說話 所以當時來說 是很大可能是邪靈搞要你的 那你之後有沒有發覺邪靈 繼續搞要你呢 沒有啊 可能我那時候已經是 就是聽到兩次那個聲音叫我不要死 不要對 就是不要對丈夫的不公平 那自己那時候已經是清醒就知道 是啊 我之前是錯的 不要再去用死這個方法去解決 那就沒事了 一年都不夠而已 就是神就打算我過來美國 但是信主是另一回事 是吧 信主是多久之後 嗯 我過了來美國 立刻送主 因為我覺得 我所有的經歷 全部都是經歷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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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有沒有再有其他情況有邪靈的騷擾 沒有的 不過就會有很多的叫做引誘 會有很多引誘 會有很多引誘令到你想放棄教會 想放棄不回教會 想放棄不做侍奉 想放棄手上的所有的東西 不再做基督徒 嗯 這些可以是人的罪性的聲音 也可以是邪靈的聲音 其實呢 因為聖經沒有很清楚去講出 什麼時候是邪靈的聲音入侵 什麼時候是 什麼情況也都很難去講的 怎麼講呢 那麼多種情況人聽到聲音 到底多少是神 他的罪性 多少是邪靈 我們不知道 所以在這些情況我們 判斷不了 但是有些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聽到聲音 聽到好像有一個 一種 很明顯好像有一個人 或者有一個邪靈的聲音 好像有一個人講話 那種情況就很大可能是邪靈 OK 我就最記得那一次 我就最記得那一次 他真的在你旁邊 把腦子好像很淒涼 死了 連死也沒用了 這條數 怎麼講 因為以前要揹個額 壓力很大 那揹個額 我揹了我自己的餐館那些 但是誰不知道 其他餐館都是 就是欺負你善良 就要你幫他揹上 那你自己又 笨笨笨 又去幫人揹上 揹到有一年 你都揹不完 那自己 明天又要交數 交不了 那怎麼辦 不如跳樓 自己已經做到 已經殘了 不舒服很累 又很少見家人 想和家人溝通 又沒有這個機會 沒有這個時間 大家去溝通 因為在香港真的做事 各有各忙 忙到不得了 想和小孩聊天 看看小孩 基本上 自己做一個母親的責任 都做不到 就覺得自己真的很自卑 很沒用 不死也沒用 就是這樣 想和兒子聊天 兒子已經睡覺了 那時候 他就選擇這些傻事 是 這個 就是這方面 你的情緒 另一方面 可以是邪靈入侵 但是我們現在 只是憑這些 我們不能夠判斷到 是 是不是真的有邪靈入侵的情況 那我會和這裡 每一位聽到這個 我們這個 Zoom的 或者在網上聽到的 如果你是發覺 那個聲音是很明顯 好像有一個人 或者有一個邪靈跟你說話的時候 很大可能是 有邪靈附體 這樣的時候 我都希望你 找我們去幫助你 去得到釋放 OK 好 還有沒有其他人 有 事情想詢問 關於 關於邪靈的攻擊 我想說 多數邪靈的攻擊 魔鬼的攻擊 未必去到這些位置 就是這些位置去到 叫他自殺 未必去到這些位置 就是好像 彼得那個情況 他就是攔阻神 耶穌所做的事情 那有時候有些人 譬如在教會 他攔阻 教會做什麼 他總是 攔阻 總是抵抗 總是 破壞 那時候 其實魔鬼都可以使用這些 這些意念 令到他真的很仇恨教會 很仇恨教會的人 或者仇恨傳道人 牧師 那這些都可以是 被魔鬼留了地步 魔鬼就一直繼續去攻擊他 那他怎樣被魔鬼留地步 就是有些地方他 他生氣人 他不搖鼠人 或者他覺得不明白 某些人為什麼這樣做 那他不明白 他就變了 一路想得很負面的時候 變了 變了就被魔鬼留地步 他心裡面越來越強烈的仇恨 就是如果 一個人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很強烈的仇恨 很強烈的 怒氣 這個是可以在魔鬼裡面做事的 OK 有沒有人有新聞 關於這方面 關於這個魔鬼的作為 阿牧師 是 在遇上你之前 其實到現在 我的心裡 仍然是對教會 有很多看法 就是我知道地上教會 不完全 但是看見教會 看見很多的措施 很多是用了 就是 處理的手法 很多事情 就是 曾經我最近 都是經歷過這些這樣的 令到我對教會 對人 是有很多的不滿的 就是 就是 直到我遇上你 直到今天 我才是 發覺是可以有一個群組 或者一幫人 或者你 是覺得我是有這個這樣的場地 給我去信問的 就是之前 直到是 想跟人講 都不知道跟誰講 就是對教會 我知道 是 就是 個個可以不可以 現在個個 覺得人人很忙很忙很忙 教會的人 就是這樣 我的 就是 我的情況很複雜 但是 那些牧師 這麼多年來都不知道 他們打個電話去找我 但是到那時候 後期 我不怨他們了 我發覺我是諒解 那些牧師是很慘的 這樣 情人又有改觀 那到最近 我就是 被 教會一個 leader 因為他開課 就 引誘了我進去門徒訓練 就是我是信主之後 二十年 那他引誘了我進去門徒訓練 那現在去著 那本書 就剛才說 OK 鄧兄 我想你 就是 保持在那個 topic 你想說的 是說到 你這些地方 被魔鬼留地步 因為你覺得 教會沒有幫到你 你想說的是哪個要點 因為 我們想是有個方向性 是有個方向性 你講到這些 被魔鬼留地步 還是 你覺得 是什麼問題 你可以講的 我想知道 這些 因為心裡 我是對 教會 對 有很多的 看法 有很多的 不滿 OK 我不知道 因為包括我最近 也是同一個弟兄 他是職堂 但是 初期他是 是 大家很多事情 溝通 但是 他現在 很忙 很忙 顧著做他的事 但是 我知道 他是做著 教會的事 但是 給我感覺 就好像 喂 是不是這樣 又開始有一種 不滿 我不知道 這些到底 是 什麼回事 OK 我就會 我去回應你 好不好 那 就 有時候 就是 其實各方面 都有人的問題 這些問題 其實都是被魔鬼留地步 那 被魔鬼留地步 不是一定說邪靈搞妖他 而是他被魔鬼使用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比如 沒有關心 沒有關心 其實 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 就是 他們真的什麼人都不關心 第二種情況 就是他關心 但是也同時 被關心的人 沒有什麼反應 就是沒有什麼回應 那時候 他們 開始覺得 很難幫到這個人 所以 就會 關心不了 就是 有時候被關心 都是有他的責任 就是 譬如他 他 跟人相處的時候 或者很容易有衝突 就是 他 對於那些人 關心他 都沒有什麼 感謝 沒有什麼回應 好像覺得他們應份做 那些人做一做 他就會覺得 不懂得做 或者動力不夠 那 好了 他們又有他的破口 這個被關心的人 亦都有他的破口 那就變成 比如說 仇恨 或者不喜歡 這個 也可以讓魔鬼留地步 所以兩方面 都是 可以有責任的 那 我自己就會這樣說 我們成熟 就是如果在主裡面成熟 我們就怎麼樣呢 我們盡量關心人 而那些人呢 沒有接受我們關心也好 我們都 繼續關心 但是呢 的確人沒有能力關心所有人的 那是 有時候需要選擇性 不過呢 那些關心 就是那些 好像都難於關心的人呢 我們都 怎麼都有一些的關心 就是 比如起碼招呼 問一下他近來怎麼樣 那可能 那有時候 有些情況會這樣的 就是譬如有些人 真的很需要幫助 或者他很表達 需要幫助 很想要幫助 那無可否認 在幾個情況 或者有人很想成長 我們應該放多些力量 在那些人很想成長的人身上的 那有些人 我們關心他 但是關心極呢 他都是 就是好像一劈力 那樣他不負起他的責任 都是令到人難於關心的 那所以 我們成熟的話 我們盡量去 去關心人 建立關係 那而被關心那個呢 也都自己付出責任 就是說 我都回應 我多謝你們的關心 我也都講出 有些什麼地方 你可以對我的幫助 你做過什麼對我的幫助 那這個就會減少個問題 但是很多人呢 在教會裡面呢 他不知道這些 可以成為教會的破口 被魔鬼留地步 就是 就變了一些人有怨恨 那我們知道的時候呢 就知道原來人與人之間 不單是教會 家庭也是 就是人與人之間 有時候有些不喜歡 整整整整 越整越大的事情 那這些都是一些 被魔鬼留了地步 魔鬼就一直洩進來 一直洩進來 把他們建立的教會 那種好的氣氛 傷害氣氛 一直減弱 減弱 破壞 直至到 譬如有一天分裂 有些教會真的分裂的 我認識兩間教會呢 是因為人的問題 而分裂為兩個 兩個教會 那麼過程有很多的傷害 那麼 OK 那麼我簡略回答你 我都可以再跟你談的 就是 我在這裡特地不說的名字 那麼 那麼 我會再跟你談 你都可以再反思這些事情 那麼我們反思一下 我們自己的責任 也都 就是體會有些人 他們都 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他根本都不懂得關心別人 第二種情況 他關心別人 但是沒有什麼好的 後果 他們會灰心會放棄的 那麼也有些人又太忙 所以關心不到 那麼 這個都是一些 教會時事發生的事來的 OK 我有沒有回答到你那個 這個情況 有些 就是 我是 去到那個情形很極端 就是甚至乎 就是和家人關係各方面的事情 是 我知道我自己的問題 就是越來越深 甚至讓我見到自己的問題 但是我仍然對那個教會 包括到現在 例如好像現在找到這個群組 我們可以說 聖明充滿會 會很專注在這方面 和神的關係 但是給我在教會 他們一直在理論上面 在背經民讀 就是變成給我的感覺 就是 是很 就是包括我初初去參加他們的時間 很大的壓力 是直到上台的時候 忽然間 神跟我說話 他說 喂 我這次要你參加這個訓練 我是 要你享受和我的 同學的 享受和你頂戰的 同學的 為什麼你會做功課 哇 做到有這麼大的壓力 又怕會破壞和他們的關係呢 在那個時刻 我才能放鬆 包括像今晚 即是輕鬆了 是的 因為今晚 我又要去參加那個門訓 因為裡面有六個姊妹 只有另一個弟 變成 其他人給我感覺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很疏離的 就像我這些說話 我不敢說的 我怕會傷害他們的 我很多心底的說話 我怕他們 我不是怕他們知道 因為我有那些情緒啊 家庭啊 那個人很開放的 但是我 講完之後 給我的感覺 人們都避開了我 我的感覺是很孤狂 包括我家人 包括大兒子 兒子都不理我的 都誤解我 但是我沒有生他們的 而是我 直到最近 我認識了你 是很短時間 現在是終於 是神是provide了這個 這個group的人 是大家可以交流的 我就想知道 到底 我當然知道 這個就是神的安排 因為包括 我對你 一點都不認識 沒有人其實很小心的 但是我告訴你 我對你肯定是 不是完全的肯定 這是很真心的牧師 因為我不知道 到底 你都跟我說過 有人會指責 會懷疑你 但是anyway 我現在跟你聊天 在交通的裡面 我告訴你 我在這裡 我是懷疑了一個 香港剛剛過來的 牧師 可能你都會認識他的 Micky Mac 牧師 牧師 牧師我見過他 我跟他以前 曾經一起搞英文事工的時間 有認識他 但是至於是 令星這方面的事情 就少跟他交流 這個他現在 過來在這裡 是一間浸信會 做著 主要牧師 我跟他交流 我只是跟他 有一面之緣 我就問過他 他剛好 他是認識你的 我問過其他 沒有人認識你的 OK 我們 回到主要你想講的那裡 就是 就是 你剛才說 就是你對 跟我的關係 就是 你覺得 認識了一段時間 你可以一直溝通 這樣東西非常之好的 謝謝你 那 就是我都會想跟你個別聊天 就是 你說的 因為我們現在想停留在 我們留意到魔鬼的攻擊 魔鬼用不同的方法去攻擊 我們怎樣處理 就是我們停留在這個位置 好嗎 那我再用你 跟電話跟你談 好嗎 好 其實我們今天 我問了一些問題 就是說 也有些人覺得 有些負面的情緒 人際關係 各樣的事情 可以影響我們裡面 被魔鬼留地步 那被魔鬼留地步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 就是 那個人都不懂得處理 或者他都分不了自己 或者是邪離 但是呢 我們知道這些是負面的聲音 總之 凡是有一些 對人的不滿 可能他不好 不過我們對他不滿 都是會產生問題的 他們不好 那我們應該嘗試找方法解決 而的而且確不是個群體都 個個基督徒都懂得外人的 那尤其有些人 他本身都有一些懼怕 或者有時候 愛的對象的人 都是 有時候難於溝通 都是會 造成一些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 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怎麼處理 有些人就會 怨恨 有些人就會攻擊 但是我們應該盡量去化解 而每個群體都一定有 不會說完美的愛的 那我們都盡量建立這種愛 也都對人的期望降低 那這些會減少人與人之間的 和策 造成 被魔鬼留地暴 那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因為我就會 主要 我們這次講到這個要點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講到不給人影響 那我這次就講到就是說 原來人是可以 被邪靈影響 這樣的時候 他是會 有破壞性 或者他受傷害 或者被魔鬼偷殺 或者毀壞 因為我們現在 在這個幫助人的靈命底 D這一點呢 就是明白人的罪性和軟弱 就不給人影響了 我們知道人可以被魔鬼留地暴 就會 他可能會對人負面 難於相處 有很多負面的反應 那這些我們知道呢 我們就看出他 也都去嘗試找方法去處理 那這個是 不容易的 但是那個要點就是 我們不給人影響 是 是 葉牧師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我說我的服侍呢 我覺得服侍的人呢 他對你沒有反應的 我就很沮喪 很心機服侍 是啊 你說這個情況就是 有些人為什麼會難於愛人 也是這個原因的 因為 人就是不懂得去愛的 有時候 這是需要訓練的 需要有耐性的 那所以你的情況就是 這個又是 一方面可能你本身衝破不了一些障礙 那些人又 不懂得 回應你 所以變了令到你灰心了 是啊 是啊 我就這樣跌倒的 我就這樣不服侍的 是啊 是啊 我就是這樣 好像沒有反應 好像他做了一些事情 好像都沒有反應 這樣就沒有動力了 慢慢慢慢就沒有動力了 就是這樣 是啊 沒錯 你對他們多好呢 你對他們多好呢 他們都不知道的 我曾經呢 我曾經呢 走過在神面前 跟著神跟我說 你做到你就可以了 OK OK 好 那這個就是 就是講出其實人與人之間 就是有這樣的問題 那如人與人之間如果 將事情擴大 就是說 譬如有一個幫人他又灰心 他又說這些人很難搞 我不幫了 他有這種負面的感覺 那些被幫人又說那些人不關心我 他跟我聊天 又談不進 他們又不再理我了 這些就是雙方面造成的磨擦 然後被魔鬼留地步 就令到教會分裂了 有時候是這樣的 譬如我用一個情況 譬如A和B 那A就 譬如態度不好對於B 但是他可能 為什麼對B態度不好 因為B沒有反應 但是B就說A 你好像不理我 以前你理我現在不理我 那兩個變成仇恨 一個就說我和你聊天你又不回應 另一個就說你以後就不和我聊天 那兩個人變成對立 就開始說閒話了 又跟別人說他有什麼他不理我 那越說另一個人說 我也是這樣的 他也是這樣對我 他也是這樣對我 那時候就慢慢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有親人的問題 我們不要在這件事上被魔鬼留地步 也都幫我們幫人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說到幫人的時候 人的軟弱 罪性和他被魔鬼影響 是可以騷擾我們去幫人的 那我們就去留意到這件事 總是找一個正面的解決方法 就不去批判說這個人不好 所以我以後都不想理他了 我不想再關心他了 我不想再幫他了 大家拿不拿到我的意思嗎 就是原來被魔鬼留地步 有時候就是一些人際關係 或者一些負面的想法 負面的思想 或者我們自己的那種表現 就是好像對人 好像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那樣的那樣的表情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負面 就會造成一些人與人之間 容易產生誤會 魔鬼就可以趁機攻擊 將人分裂 我們知道之後 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處理 就是說 我知道這個人 我們這幾課 都講到明白人的罪性和軟弱 就不給他影響了 講到人心比萬物都鬼詐 人是可以 有時候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另外就是 我們侍奉的時候 我們學習不要被人影響了 我們人能把握 就不一樣 我們不用被他影響的 我們不是討人的歡喜 我們是討神的歡喜 還有人有兩個罪 有個新聖誠 救聖誠誠 在裡面 所以他裡面 好像有時候會 彈一句不好的事情出來 他會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或者自己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後第五點這裡 我們今天講到 就是 魔鬼可以使用這些人的問題 這些罪的問題 將事情更加破壞 或者甚至叫那個人自殺 如果一個人在 他是回教會的 跟著他自殺 對教會有很大的衝擊 這些就是魔鬼 很想帶來破壞的地方 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盡量修補 也不把人的問題擴大 我知道人會有問題 總是想別人 譬如剛才這個姐妹說的 就是說他想關心人 但是對方沒有反應 於是令到他不想關心人 那這個就是 關心人的人 在過程中受難了 早一點在弟兄所說的 就是說 他那些人不關心他 那又受難了 就是兩方面都可以受難了 就造成教會問題和分裂 而我們盡量都是 就是問題不要擴大 我們想想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這個就是神歡喜的 總有問題的 教會和人 我們幫的人總有問題 那重點就是 如果我們注目的問題 就會將問題擴大 但是我們注目在 我們可以做什麼 神的恩典救我用 那我們就會不給這些影響 那就是正面了 像我這樣 我幫很多人 很多不同的人的反應 有些人 甚至是 講一些難聽的說話都有 但是我決意不給他影響 我總是對他正面 就是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我對他負面 他就會攻擊我和我對立 也都可以傳播閒馬 那這些是我們不想發生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大家都會知道 原來這些就會被魔鬼留地步 OK 大家拿不到我的意思 就是原來人的罪性 人的 人心的萬物 被萬物都鬼詐 和人有罪性 和人的罪性 很容易被魔鬼留地步 於是我們就會 產生這些問題 大家 有沒有 我想說 如果譬如有人 攻擊你 那些 你當時 立刻 你一定的反應是不好的 就是很想 反駁他 或者是 解釋 或者是 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 會立刻的 但是 我就 祈禱 或者看經文 慢慢 慢慢 人 冷靜下來 就可以用回 你剛才那些 人能把我怎麼樣 我討神的起源 不是討神的起源 這個過程 最初就很厲害的 爆發 但是 隔了一段時間 就可以慢慢 平靜下來 是不是一定要有這個過程 OK 多謝你講出一個很真實的情況 出來 我就可以回應了 你就講到 就是說 被人攻擊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是發生氣 接著要一段時間 處理到了 我才能夠用回 我們的教導 怎樣 不受人影響 人能把我怎麼樣 這樣就不受影響 然後祝福他 這個是很多人的過程 就是因為他 沒有刻意處理 就被那些怒氣 爆了 或者受了影響 激起一段時間 然後慢慢平靜 那可能那個平靜 可能有時候幾天之後 才能夠同一個人 譬如 其實有很多人 真的有問題 就算下個禮拜見到他 都不想理他 有人會這樣的 變成這樣 變成還是卡住卡住 那可能有時候 有些人過了幾個月 或者有某次機會 那個人對方道歉 那跟著他才會和好 這樣的情況 就是這個人 就是被那些情緒控制了 而不自覺 那我來說 我是刻意處理的 我怎麼樣呢 就算那個人做的 還是不對 那我知道 如果我受影響 我先發了一筆氣 或者我沒有發出來 我心裡面激氣 我不想跟他講話 這件事情 都可以留給魔鬼留地步 因為我自己很知覺 這件事情就是 人會看到我們的反應 譬如他做了一些事情 跟著我的臉色都黑了 跟著我不想理他 跟著我轉身走 雖然我沒有罵他 但是他會知道 我不喜歡他 有時候他先做錯了 不過我不喜歡他 是會令到他受傷害的 這件事情人當然覺得 哇 是不是很不公平 他傷害人才 還要想一下他的感覺 因為我作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不講是牧師的身份 只是成熟的基督徒 我們就會想 人有時候會做錯話 講錯話 如果我容許他的 做錯話 講錯話 攻擊影響我 跟著我發脾氣 我裡面爆出來 但我裡面 我外面沒有東西 不過我不想理他 我轉過來走 或者我臉色都黑了 其實那個人會覺得 受傷害的 雖然他先錯了 他先說錯話 但是我臉色都黑了 他會受傷害 就是我會顧念到人 這樣受傷害 我就會 即時處理 我就說 他有做錯不要緊 我不用放著心想 我當我總是有這種心態 我就不會生氣 我是不會生氣 但是我會有受傷 就是不舒服 但是我會盡快處理 我想說 怒氣 是我們可以用神的同在 和思想 正確的思想去處理 但是受傷是難一點的 怒氣也是需要時間處理的 我不是說沒有怒氣 不過我盡量讓我的怒氣 不要影響我的臉色 不要影響我的 對他的態度 或者我轉身走 就是我不要讓他影響我這些 讓我起碼那些怒氣 就是我化解 不是按住 如果按住就好 就會遲早自己都有問題的 自己就會有程序問題的 我是會化解 我不要緊 那個人未成熟 他有一件事做錯了 我不要緊的 我原諒他 我對他好 神就喜歡的 就是我會這樣化解 沒有所謂 就是我已經習慣了 一人一說話 很粗魯 我不會立刻 就是我不會進去 發怒那個狀態的 我會盡量化解 然後我處理 那我也可以即時去叫自己 我跟他說一些好的話 譬如他明明說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我說OK 好 我聽到你說這些話 那我們嘗試想想方法處理 我用這樣的方法跟你說 譬如或者我察覺到 你有些不開心 不要緊的 我們一起去想一下 方法怎麼處理這件事 好不好 我們都想在神裡面 有平安的是不是 我會用這些方法去處理的 你拿不拿到我的意思啊 姐妹 我拿到的 但是我沒有你這樣的功力 我覺得 這個就是神的同在 如果有些人會慢慢平安輕省呢 這個就減少給魔鬼留地步 尤其我是作為牧師的身份 如果我 譬如有時候 人有時候真的講錯話的 有些人會做錯的 或者事奉的時候 一起做事 他做錯一些東西 我每次都有的 有時候 譬如我們做很多儀器 很多器材 那有時候 有個人做錯了一件事 就做到我們很多麻煩 那我第一個想法 我立刻說 其實這個人都不想 他做壞了一些東西 其實他都不開心的 我就不要在那時候發脾 有什麼搞錯 你做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很麻煩 那他還更加 就是更加大的重担 那我因為我 我知道我作為牧師的身份 如果我在心中怨恨人呢 那個破壞是可以很大 那個人可能很傷害 他傷害到 我不想再見到你們 我走了 我走了 我不來這裡 有些人他困難 他的選擇就是走的 我不想是這些事情發生的 那你落不落 但是其實我希望大家 不要只是你做牧師才是這樣 而是說 我們知道我們有的情緒 都是會影響我們 影響人的 那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OK 那這個要時間的 要時間的 那你可以再問我 知道 吐司啊 是 喂 我聽著 我覺得你說這些 都是很好的 就是處理著 你和神的關係 就是不會將這些 這些會破壞 你和神的關係 如果留在當中 但是呢 就是 如果我們去學習 都是一個過程來的 要很大的操練 才可以做到 對不懂我講完名字 你那裡是不是有些電視機 開聲 是的 我留在看電視 你可以去一個地方 沒有聲音 對 對 這個 這個是很好的 因為 處理著你和神的關係 或者 因為我們有靈 來自神的同在 來自聖靈 來自神 來自神 保持跟神的關係 是 但是 我覺得我以前 都很有智慧的 就是去處理這些事情 神好使用我 我把口 去建造人的生命 都是 那些是很自然的 聖靈 或者 就會提醒你 你的口很自然 安慰到人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好像失去了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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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 OK 這件事情 是 有時候 你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可以有很多原因 有時候是 我們的 同神關係 我們的 聚性 這些都可以 成為一些原因 來的 我們就 在神裡面 成熟 我們就說 逐步逐步 求主幫助我們 去化解人的 那種 怨恨 或者是 我們 給神去改變 我們的內心世界 這些都是需要時間的 就是 這是一個長期 就是 一個成熟的過程 因為 我們珍惜我們的生命 珍惜我們的事奉 所以我們就會 求主 多親近神 也求主幫助我們 賜給我們這種 智慧和平靜的心 不被人影響 那這個是需要建立的 就是 你問我為什麼 因為 可能你沒有建立 就是你未建立到 那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我們盡快建立 OK 因為這個是大問題 現在 這個是大問題 所以我不能夠 很簡單地告訴你 這個是需要 長時間 因為我自己是 長時間處理 所以我能夠有這些成熟程度 因為我 長時間處理 過程 就是 你是長期操練出來的 是的 長期 總之 就是 其實我在很早期 我已經有這個觀念的 不過就是 去到一個 就是一個智慧的程度 就是說 知道任何時間 我們任何地方 有破口 都會被魔鬼流地步造成 教會的分裂 這些 我以前沒有這麼知覺的 我經歷聖年之後 就知覺很多 還有有智慧去怎樣處理 這個是 是逐步的 但是這十年 我就更清晰有這些教導 就是怎樣不被人影響 以前呢 我就 我是有這個不被人影響的 心態 不過我覺得很難 很難不被人影響 那我是這十年 因為我 聖年充滿之後 其實 就是我聖年充滿二十年 有多了 那我 其實 一直都 處理的 但是我在 這十年 就有很多教導出來了 就是怎樣處理情緒 怎樣處理人的問題 就是說 我珍惜我的生命 珍惜我的一切 我就不想被人影響 那我怎樣去幫自己處理 以及教人怎樣處理 這個都是我在這十年的教導 就出得這麼多 OK OK 那 那 還有沒有其他的 我們其實主要是講到靈界那方面 就是邪靈的影響 還有沒有人有信問 是 牧師人 我想問問 如果譬如說那個人 和你的衝突是因為 譬如他可能誤會了你某些事情 或者甚至那個人 真的有惡意 就是蓄意去 去中傷你之類 那如果從正義的角度去看 就是我當然未必一定說 要用到一些粗言滋語的跟他說 也就是說 我從正義的角度 就是跟他說 譬如他有什麼誤會了我 那我就要說給他聽 當然未必一定能夠做到 像牧師你還可以這麼柔和 就是那個語氣 我想怎麼都會比平時正常 當然會 就是差了一些的了 坦白說 那其實這樣的做法 又會不會叫做 給魔鬼留地暴呢 魔鬼就會使用 有時候人不懂得處理都會使用這個 其實我見到一些教會分裂 其實都是 一部分都是牧師的責任 他是因為他不懂得處理 或者他有時候太強硬 他不知道怎樣是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就引致一些問題 我想說就是 就是那個處理方法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個處理方法如果是沒有智慧 我們兩方面處理 一個是處理內心世界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處理那個人的實際問題 我再解釋清楚這件事是甚麼意思 譬如有個人在教堂 我可以用回發生過的事 說出來 但是我講得很普遍 所以你們不會猜到是甚麼教堂 是甚麼群體的 那就是有人做一些事不好 那那個牧師就用一個強硬的方法處理 他是想處理的 那他為甚麼會用強硬的方法處理呢 因為這個是人很多時候 人沒有留意去怎樣處理生命 他是很自然地就會說 你在教會侍奉這麼久 你應該好過 就是你不應該這麼差 應該這麼大問題 就是人會這樣想的 譬如其實當時來講 是兩個同工的衝突 那他的處理上可能那種怒氣 或者是排斥 或者是強硬 或者是說我是主任 你是我的助手 你是我的助手 你應該要聽我的話 那這些說話呢 就令到對方很反感 就是你大了嗎 你錯了你也是這樣嗎 或者是我有錯 不過你處理得很強硬 那他就把這個牧師做的處理方法 就告訴那些人 那些人呢 人很多時候會這樣的 就是人總是會偏偏一面的 就是不會說 我們分析一下這件事 人總是會聽他講 哇很生氣 然後呢 整班人跟著他 走出教堂 分裂了教堂 兩間教堂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就是處理上的智慧 就是我們是需要處理 我是會處理的 其實我處理過很多人的問題 我們群體有時候有些問題 但是那個處理方法呢 就不是這樣說 喂你錯了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 一定那個效果不會好的 那一定是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去詢問了解 也有時候是這樣的 有人會說錯事做錯事 也都有他那個軟弱 或者他不懂得處理 或者他裡面有些受了傷害 所以他會這樣反應 就是很多很複雜的因素 有時候不是人一定錯了 就是我們學這個 不是一定錯了 他可能不懂 他可能呢 是受了傷害 他那天情緒不好 於是他爆發 那這個就是一個體率的心態呢 這樣處理是會好很多的 就是 就不是說 你失敗了 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呢 我不能夠接受到你的 你快點走吧 這樣一句不好的說話呢 就會造成分裂的 那我簡單地回答你 就是一方面我處理我的內心 但是我要問求神智慧的 那我都說過曾經有人攻擊我們的群體 我是找了一些領袖一起大家 聊天怎樣處理的 我是用一個很平靜的方法 就不是好像他做這麼差的事 我們要去罵他一陣子 就是我想到怎樣最柔和的方法處理 以至呢 不要因為我們處理的方法 而造成更大的破壞 那我感謝神 那個處理是 就是 將那些傷害減到最少的 就是這個就是 我們的智慧 感謝神給我們的智慧 就不要因為人做錯事 然後就將那個問題擴大 是盡量減少它的破壞性 OK 是不是回答了你 你意思是說 譬如說 那個人 他真的做錯了 那你都一樣會指出那個人的錯 只不過呢 會的 是的 就是用一個較為好的方法 就不會說很強烈 或者眾人面前下他的臉 甚至是下他的 就是你不會用這個方法 可能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但是呢 你都會真的指出那個人其實是錯了的 是 那我有時候呢 我會選擇用一個方向呢 就是用一個 好像一個教導的方式 多過呢 去指出他錯的方式 兩個都可以達到同一目的的 那 譬如有一個人 他帶小組 或者在小組裡面 他被帶 但是他的做法不好 那我自己 經常都會這樣想的 就是我總是 會盡量去看出別人的 我可能帶那個人不懂得帶 有時候有些地方不懂得處理 那麼呢 也都那個被帶那個人 有時候呢 他覺得不喜歡有些東西 那他的態度呢 就不好 就是我 我總是會覺得 我們是可以用一個 教導的方式 但是那個教導呢 都是柔和的 是幫他們懂得處理 於是呢 就避免了以後再發生了 就是不是每個人做錯的事情 都是刻意破壞的 有人是刻意破壞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是 但是如果刻意破壞的人呢 我是 我就會找幾個人去處理 我不會一個人去處理的 為什麼呢 他會說我 牧師針對我 和我做一些 就是傷害我的事情 他刻意針對我 那麼他變成攻擊我 就說我是針對他 那所以我在這些情況下 如果有個人是刻意的 我一定找那些靈袖一起討論他 然後呢 我們去處理的 就是這個智慧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樣 你找那麼多人 那人會覺得你在背後說他的壞事 搞到他將來都不知道 怎樣去面對群眾 那麼多人都知道 我想說就是有些人刻意 因為那個人是刻意 我們有幾個證據呢 他是向很多人去說一些說話 攻擊我們的群體 就叫那些人不要再來 叫那些人去他的群體 那這個是攻擊性的 嗯 如果不是這樣攻擊性 我通常都是會 盡量是直接跟他說 那如果牽涉到另一個人 我就會 這兩個人一起去討論 哦 OK 牧師 是 我剛才聽你的教導 我覺得這一步都比較深奧一點 還有是一些很成熟才可以做得到 就好像剛才你所說的 遇到事的時候 首先先處理自己的情緒 還是要去為那個人想 還要用柔和的方式去教導他 哇 這些首先我自己沒有老師 沒有這些資質 你會一定有那個怒氣會發出來爆的嘛 爆完 降了火了 停了 那你才是會去搞定自己的情緒 不會去理他的 就是我過去的選擇就是 當時有事發生的 我就是不理他 到他踩到過來很近了 我就會爆爆爆 鬧完了 就是以後都不理他 以後都成為敵人 這些 這隻 但是現在你去到那隻 還要先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不要不生氣 不要不生氣 我還要他安撫回對方 我還要他教導回對方 還要用柔和的方式 哇 這個真的很難 因為我珍惜我的生命 我珍惜神給我的所有的機會 教導 我有機會祝福人 我的明星 每一個侍奉神的人的明星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如果我做錯一件事 跟著呢 被人一路傳開呢 可以完全破壞我的侍奉的 譬如有人跟著背後說 尼牧斯呢 口話就說自己處理生命 其實呢 當他自己 別人一說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的反應很強烈的 那他就會傳開的 就是人有時候就是被魔鬼用的 一找到人的錯 就好像 都不知道幾開心 那樣的 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我們知道 我們珍惜 我們有的生命 有的機會 我們就說 神啊 我真的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首先我想說 我不是說 我不要生氣 我不是這樣 如果我這樣很辛苦 我不是 我是說 我不值得生氣 我不需要生氣 他的問題是 我為什麼要生氣 我為什麼要生氣 這個就是 我生氣 我不是通常這樣想的 我只是用一個 人家很容易拿到的方法 就是說 就是我們有時候 背了人家的問題 我們就學習 不要背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 我分辨了他的問題 我就說 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不值得因為他的問題 而受影響 那這個就是 封住了魔鬼攻擊的機會 當然我們人都是 能夠做到的是有限 不過 當我們盡力去做 依靠神的時候 神就會能夠去 去補獲 就是我們有時候 人都會做錯一些事情的 神就會跟我們補獲 但是如果一個人 經常都會 哇 一被人擊倒又發脾氣 他實是 就是 破口羅羅 周圍都是破口 補得這個 第二個破又出 那這一點是我們需要很明白這件事 然後我有動力 我何必因為他而受影響呢 就是我已經想通了這件事 拿不拿到我的意思嗎 我想通了 我不值得因為一個人 而破壞了我神給我的事奉 這個事奉是很寶貴的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 明白 但是這樣 我們這麼寶貴 我們無謂去拿屍上身 但是另一方面 你還要去用一個柔和的方式 去解決這件事的 或者他怎樣去幫助他 怎樣去教導他 就是讓他知道你這件事是錯的 那這個就要自慰了 這個要自慰 我沒有說到容易 但是這個就是這樣 我才堵住到破口的 魔鬼的破口 如果我由得我順著本性 就是別人做一些不好的事 我順著本性去做的時候 我就已經被魔鬼留地步 就是人的本性 因為我們有罪性 所以我們要學習 我曾有一個教導是這樣的 人發怒是自動波 如果你懂得開車 你會知道什麼叫自動波 自動波 你一不踩駕駛 你一踩駕駛 它馬上會走 甚至你不踩駕駛 你一踩駕駛 車已經慢慢開始走 那這個是自動波 棍波呢 大家可能有些不知道什麼叫棍波 要踩駕駛 然後呢 才放那個波 然後呢 進了那個波之後呢 又要慢慢放它進去 就是起步就是一波 走到上海就是二波 再走到上海就是三波 再慢回到二波 通常不會回到一波的 二波之後就會慢慢停車 這樣呢 這個呢 也會有時候先去到一波 就是去了一波 有時候我就會放了那個駕駛 就是去到某地方 我放了駕駛 然後讓它慢慢停 那我想說什麼呢 發脾氣是自動波的 就是我們不用教的 沒有人教的 你自動會發生氣的 但是呢 我們處理生命是棍波的 是要刻意 我要告訴自己 我不要受影響 我沒有被魔鬼留地步 這個就是我 時時我會提醒自己 一看到問題 我立刻這樣做 還有當我發現 有人 譬如在我們的群體 他的事奉 做得不是那麼好 或者他跟人相處不是那麼好 我都會找方法處理 我要 那有時候我就會跟我太太商量 因為有時候 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還有我太太是很有智慧的 他在學校處理很多人的問題 他本身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我感謝神將他跟我配合 這就是大家配合能夠一起去侍奉行神的路 OK 我們今天講了很久 但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處理人的問題 實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我們都不能夠一下子講完 不過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們要處理了內心世界 然後處理問題 處理人 是兩個東西分開的 就是不值得因為人而發怒 因為人而發怒 這個是人的本性 就是我已經學到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就是我 一有這種想生氣的本性 我立刻我會處理的 我一留意到我立刻處理 這個是我 已經成為我的習慣來的 OK 好 我們祈禱結束 你如果再有詢問 你可以在文字那裡詢問 但是給大家看到 原來給魔鬼留地表 可以這麼多方式 所以 真是事奉的時候 不給人影響 是一樣 真是一個很大的藝術來的 也是我們處理生命 真是一個藝術 也是真是一個生命 跟生命有關的 沒有這個屬靈生命 是根本做不到的 OK 好 我們一起祈禱 是 是 我是很感謝神 就是我是 二十年後 我終於找到一個群體 是有神會去用來 但是給我是 就是 我仍然有很多的破口 我看到我自己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我會跟你再談 但是 我覺得 但是為什麼 就是你類似這些這樣的教導啊 釋放啊這些東西 在香港我不知道跟你同工的機構啊 或者是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是很多教會 很多人 是有需要的 就是 但是 就是 我甚至乎 為什麼我很急 告訴你 你還沒試過 我馬上發出去 然後問人 教會的人 沒有人回答到 但是 我找到 麥米奇牧師 你叫什麼 他說他認識你 他跟你同工 做過英文的事工 但是 他在靈性上 他說他不知道 但是 Anyway 我沒有印象這個人 跟我做過事工啊 不過不要緊 他搞錯了 第二個 可能不要緊 不是 因為這個牧師 不是 這個牧師 最近來了 郡國華的 這個人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我會是 跟你深入了解 我是會為你祈禱 是 就是 怎樣 將這個事工 就是 這件事 我不知道 就是求神 多大大 就使用你了 還有 你可以把今天 那種transparency 放到群組裡 就是 已經在群組裡 不過我會再放 其實 這些全部都是 在網上有的 不過 在Google Drive 那裡有的 可以再傳給你的 在Google Drive 那裡呢 我給了一個連結 之前給了一個連結 裡面有很多資料 其中一個就是 這些 很多我做了的 這些slide 是有在這裡的 我明白 我明白 因為 就是 剛才那個姊妹說的 那個 其實我也是 1989年 單些跳樓 我們 現在因為 真的已經很難 我們 多謝你的 就是說 你在這裡找到一些 我們的幫助 想這件事推廣 我覺得 很多人 在這方面的教導 是 沒有那麼 specific的 指明 怎樣處理生命 怎樣處理問題 但是呢 你說到這個 就是說 我們怎樣推廣 我想我個別跟你聊 好不好 好 我們已經說了很久了 那我們一起祈禱結束 好嗎 好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今天天父 我們多謝你 我們看到人 真的很多事 我們的罪 我們的情緒 是可以被魔鬼留地步 以至魔鬼更大破壞教會 破壞人際關係 因為 求主幫助我們 保守我們 讓我們珍惜 我們有的一切 不要被魔鬼偷竊 實行毀壞 我們有的身份 我們有的侍奉 機會 我們有的恩賜 我們有的人 對我們的信任 這些都是禮物來的 當我們珍惜這些時候 我們就會說 神辣你保守我們 幫助我們 不要被我們的怒氣 影響了我們的說話 我們的態度 行為 不要這些事情 為魔鬼的攻擊方法 求主私恩祝福我們 保守我們 加力給我們 更新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求主的聖靈 充滿我們 更新我們 願主的命 被高舉 被提升 神你是配受 最高的讚美 和榮耀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 帶領我們逐步的成長 也都將我們的怨恨 有時候人 對我們做的不好的事 雖然是他們錯 但是我們怨恨他們 都是變成我的錯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去怨恨 而是去明白 人為何會做錯的事 看出他們 去找方法去幫助他們 求主私恩 多謝天父 地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